这需要带您来关注全球各国都积极的在发展半导体产业 而我们台湾凭借着尖端制程跟IC设计 在半导体竞争当中抢得一席之地 韩国也有记忆体以及电子工业的实力 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 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的四方联盟 跟去美化的中国大陆现在成为了两大对垒势力 开口要大家放心 2024年是恢复到健康成长的水准 面对韩国三星、美国Intel紧追不舍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对自家技术信心满满 但在先进制程竞争激烈的态势下 两奈米抢单战开打怎么布局成交点 但另一头台积电美国建厂进度落后 亚利桑那州建厂遇上缺工等等的状况 一个接一个 四奈米量产时间表还得往后移 在一个早期的建设的这个infrastructure之内 总是不可能像台湾这么顺利的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布局半导体产业 包含像是台湾、日本、韩国、美国、中国都在卡位八强战 不过在去全球化还有亚洲星链崛起的格局之下 全球半导体的版图将可能出现重新重整 台湾凭借尖端制程和IC设计在半导体竞争中强得一席之地 而韩国也有机体以及电子工业的实力 而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之下 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的四方联盟 与去美化的中国大陆成为两大对垒势力 台湾的优势我们有一流人才 产业群聚 然后还有客户很多 你可以不断的反馈 还有台湾可以 这个台积电可以制裁权 可以借给代工客户 所以代工客户他不用制裁权的一些成本 就很愿意跟台湾合作 因为地缘政治 所以台积电被迫去海外投资 然后现在就是台美、日韩 成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四方联盟 但是现在的一优势 因为四方联盟就变得看起来是格子带开 所以台湾一定要将来台积电 政府一定要增加一些政治的投资 就是政治的影响力 因为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未来的游戏规则 中国大陆依靠庞大的人口优势 大力推电动车和手机来切入半导体板块 而各国都在争夺霸主地位 台湾要面临的挑战 将是如何稳固先进制成 以及要开拓更广的应用层面 将来其实台湾的这种 比如说八寸金元厂 甚至四二寸都会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 所以除非你有新的应用出来 但是呢 这个如果高阶应用 有很多人不愿意去投资 因为这种先进制成 你动不动投资的是几百亿 这个东西大概可能没办法 所以成熟制成会面临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竞争压力 所以未来先进制成 全世界大概只有三家 Intel 台积电 还有这个韩国的三星 大概比较有机会 台积电当然希望说 我们去海外投资 让各国不要继续的拼命投资 从另一面来看 2023年去库存后 即将迎来产业复苏的脚步 根据全球半导体产业协会发布的 世界晶圆厂预测报告 显示全球半导体每月晶圆产能 在2023年增长5.5%到2960万片后 预计2024年将增长6.4% 首次突破每月3000万片大关 主要来自于深层式AI需求 将会更加明显 2024年在全球半导体的一个产能 将会呈现持续地震的一个态势 那主要是一方面来自于 今年整体的一个全球的半导体 将会恢复到成长的一个轨道 那另一方面主要是 在这个中国目前的一个产能 会持续的开出 那会是占比是全球第一的 那这一块呢 当然主要还是比较集中在成熟制成的部分 那位居第二大就是 扩充的这个产能比较多的 就是在台湾 但台湾的部分会比较集中 是在台积电先进制成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大就比较是在所谓的 韩国的部分 这一块就比较集中是在记忆体 润营证券的亚洲半导体产业报告中也指出 2024年科技终端市场需求回稳 通膨缓解下 精气将转为回升阶段 不仅产业拼复苏 半导体强国也暗自较劲 抢占领头洋地位 GV月新闻 于心汉流利军台北采访 2024大选过后 我国迎来政治新局 但这就代表台海危机可能在今年重演吗 美国华府智库 跟我国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曾经对超过80位学者做问卷评估 过半的比例都认为 2024发生台海危机的几率相当高 中华民国新任总统已经成定局 国会的新态势也逐渐成型 但不论是哪个层面都不在中共当局期待之内 不见降温的台海情势 国内压力是否直逼顶点 如果按照美国华府智库 CSIS和我国国防院的选前推估 52位美国专家里有67% 认为2024年又将爆发台海危机 有同感的台湾学者比例也上看57% 双边大多数人更共同认为 美中近半年各种缓解的动作 并不足以降低风险 不识讯息算不算危机 飞机接近我们的ADIZ算不算危机 还是说要打飞弹这个才叫危机 还是要进行到全面的战争 这个才是危机 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今天 我们在双方在认知上面 其实会有一点落差的 可能我认为ADIZ逼近 可能只有两分或者是三分 这样的状况 可是就美国认为 这个飞机逼近可能就是四分到五分 不过对于威胁形态的判断 超过八成的学者认为 如果中国大陆目标在未来五年之内 实现两岸统一 最可能出现的状况是联合封锁 因为只有17%到26%的台美专家认为 解放军具备有效的两栖攻击能力 96年只有飞弹试射 还有大规模的演习 他现在也可以用 那个演成火箭试射 或者说共进机舰的一个烙台 或者说列过中线 甚至航空母舰 在所谓台湾东部海域 或者菲律宾海进行演习 如果拿96飞弹危机做参考依据 当时台湾正迎来首次总统直选 而已故时任总统李登辉防美 也是各界普遍认知的主因之一 类似的实弹威胁 在前美国众议长裴洛西 来台时重演 我认为其实中共他会把这些演习 去做一个程度上的区隔 开工没有回头见 甚至像上一次在佩洛西的演习 飞弹也落入了日本的EEZ 这件事情造成日本 不管之后在外交跟军事上面 基本上都有一些程度上面的反应 那对于中共来讲 它最高的一个原则 就是希望把这些台海的 这一场战争也好 或冲突也好 把它限缩在于两岸之间的问题 不要让它变成国际化 北京已经习惯了 这个台湾政党轮替 大陆的政策 两岸互不相隶属 它都能够接受的话 那这个应该 赖清的也不会离开太远 那当然他一定会继续保持 对台湾的精细压力 特别是中国大陆 不断重复台海问题属于内政 因此外部势力干涉 将是另一个完检变数 我个人认为最具影响性代表性的 应该还是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因为不管是川普 有没有可能重返白宫 还是接下来民主党的 拜登会持续的连任 那新任总统对两岸的看法 对美中互动的看法 这个才会是真正对于 会去决定接下来 在这个台海局势 今日战机编组着队厮杀 美国空军2023年度 北方闪电演习 F-35战机和F-16 协力对抗由T-38教练机 和F-11怪组成假象敌 当时就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队员 向保加利亚媒体披露 这类合作内容 对应对印太区域潜在冲突 有其必要性 F-16V的酬载量 远高过于现在的F-35 它的作战半径跟航程 也高于F-35 所以你要怎么样说 用一个高低配的方式 用它去掩护它 比如说F-35担任这个SID 就是这个防空质押的一个功能 进去以后把防空质押 这些都进去都看完了 也提供给相关讯息 给后面的F-16 不过台湾毕竟难以向外 筹获第五代战机 因此要对上拥有 歼-20的解放军机队 在国际现实下 也难以期待有军支援 歼-20这个东西 因为在中国来讲 并没有这个相关的制度 你没有一个充分的管道 去获得证实 至于回过头来讲到 现在F-16V 那因为这个已经提升到 另外一个世代 再加上这个 美军美国的这些 相关武器操作的经验 那去做一个融合 我想未来在这个 这个对抗 不会说是没有办法争支 或者是没有办法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相对性的 一个防御或攻击 为了强化防务 台美往来势必不能间断 会不会成为起战画柄 政军高层 未来每个决策 都得更费思量 TVBS新闻 以哈战争来头一遭 三名驻中东美军遭攻击丧命 地点还是在相对安全的约旦 拜登怒唱一定会报复 这次预袭的美军基地 位在约旦东北端 名为第22号塔 距离另一个美军驻 敦夫基地只有20公里远 第二十二号塔虽然资讯不多 却明显位处三国之间的战略要地 不仅能用来对抗伊朗撑腰的武装分子 还能监视ISIS残党 不过约旦方面似乎也怕雨伸出山上边 坚持预袭的地点不在他们国内 伊朗官方通讯社随后撇清强调与攻击关 然而不论是加萨的哈马斯 黎巴嫩真主党还是夜门的 胡塞叛军背后都有伊朗的影子 不过该不该直接锁定源头打击 美国内部出现杂音 毕竟伊朗还是永和国家一步小心可能扩大成更大规模的战争 当前更棘手的还是红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安全 一艘英国籍的邮轮周末成了最新受害船 起火燃烧 显示美军前几次对夜门叛军的地面打击 没有达到嚇阻效果 至于冲突中 新加萨走廊战火短期内恐怕还停不了 以色列方面估计占了三个多月 却还是有80%的哈马斯地道完好无缺 除了地道找不完 以色列人质救援没有新进度 这几天持续有大批示威者前往边界附近阻挡物资运送 认为在人质祸事前都不该对敌国人民太过仁慈 双方仇恨深似海 以色列军方继续遭曝光涉嫌虐的画面 CNN镜头拍下数十名被抓捕的巴勒斯坦人 由于哈马斯经常混入平民当中 以色列宁可错抓不肯漏放 先前联合国难民机构正式有成员涉嫌参与10月7号突袭遭到开除 英国芬兰等11国纷纷下重手斩断金元 代表加萨人的苦日子还要继续 以色列国防局在这个时候公布这段画面 加萨街头开始有民众聚集示威高呼要推翻哈马斯 因为他们不甘无止境的战火轮回 牺牲的永远是无辜的老百姓 点心果人综合不到 而乌克兰在前线陷入弹药短缺的窘境 迟迟等不到美国军援的炮弹 乌军只能暂时发射烟雾弹来应急 乌军出动旧苏联时期的T64BV主力战车 在前线的诺夫卡林诺夫地区 和俄罗斯的BMP2坦克直接对战 只见T64旧归旧 在冰天雪地里还是错了错俄军攻势 乌克兰国防部同时也公布 乌克兰第110机械化旅 在阿夫迪夫卡地区 无人机把俄军坦克炸成一团火球的攻击影片 无人机作战小有斩获 但这样的成功对现在的乌军来说是越来越难得了 因为现在乌克兰面对最难解的弹药短缺问题 却是处于完全被动的劣势 CN记者直击 乌军在巴赫姆特外围的第93机械化旅作战 只见美国军援的M109自走炮 就因为缺炮弹都快变成了白好看的装饰品 指挥官坦言看得到敌人近在眼前就是打不了 因为没子弹 一整天大半时间都在等不及 好不容易等到了 确实 火力减半的四枚烟雾弹 有总比没有好 来什么只能照样打什么 乌军士气还是高昂 但不得不害现实低头 大半弹药供给的主导权都不在乌克兰 而是美国手上 这和俄罗斯一比就差很多 乌克兰有的时候明明透过无人机监控 看得到俄军在逼近 却只能等到CP值比较高的时候才出手 乌军为了省弹药开始精算打击效率 另一方面也更仰赖无人机作战了 乌克兰记者来到距离巴赫姆特 约17公里外的查西夫亚尔 在这里大量使用无人机侦察进攻 在查西夫亚尔能够透过无人机监看乌军地面战况 必要的时候再出动火力支援 就是因为弹药不够乌军打得很节制 但问题前线在苦称远在基辅的高官却是贪污 把买弹药的钱全都进了自己口袋 根据乌克兰安全局的调查 2022年8月 乌克兰国防部就和利维夫兵工厂下了一笔400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12.5亿元的订单 要采购的是10万枚的迫击炮 钱都付了却迟迟没有交货 原来这钱进了现任和前任国防部官员 以及军火商总经理的账户 现在被逮捕了 乌克兰主动公布军火闭案 似乎也是想要展现确实在改革贪腐歪风 期盼外国军援不要收手 就连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都出动到美国当说客 史托腾伯格向美国国会喊话 要和中国大陆习近平对抗就不能让普清赢 只是美国军援迟迟迟不来 更让乌克兰国内民众对战争感到非常绝望 军阵们聚集在一起 抗议士兵不是奴隶 一场打不完的苦战 让乌克兰全民都看不到未来 台湾现在正逐步的迈向超高龄化的社会 不过年纪大规大 要老的有品质也是需要特别先准备好的 尤其在财务的规划健康管理等等 如果没有提前设想 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变成日本所谓的下流老人 后新春迎新年 财神爷带着长辈们又唱又跳 除了一系列的新春趣味活动 还有互动游戏跟现场表演 民法族公益协会跟药品大厂合作 在玩乐陪伴之时 也顾及到长辈们的健康状况 来到新北偏乡平西一带 这里的饮法族居民 比例就占了三分之一 甚至不少志工自己本身 就是饮法族 孤独 无法 你如果有人常常会带去 光月开港 很高兴 有时候带血压帮他们量血压 还有送物资 有时候带卡片去跟他们 就是练数学啦 数字因为这边人一般都不认识字嘛 有时候陪他们共餐 有时候去那边煮东西吃这样子 很多元啦 说着平时会如何陪伴独老 但其实这一对志工夫妻俩 自己也都已经是高龄长辈 而以整体状况来说 像他们这样 能够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日常 已经很不错了 在这些独老长辈当中呢 有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比例呢 是属于毒老弱 在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 下流老人 下流老人是具备了三大指标 第一个指标呢 是本身的收入极低 而第二个要点则是 根本就没有什么存款 存款极极极低 那么第三个要点呢 则是身旁也没有可以依赖的对象 所谓的极低收入 一指收入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 生活水准大概等同生活保护基准水平 或是比水平更差的状况 而所谓的生活保护水平 指的就是政府提供相关补助的合计金额 而收入极少 生活花费又难以仰赖过去存款 通常状况是已经用完了 或是剩下一点点 遇到状况也没有可以帮忙的人 陷入了人际关系贫穷 在社会中被孤立 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预期 自己可以活多久 但是假设说对自己的老后生活 有一些准备的话 它可以大大幅度的去避免 掉成为所谓下流老人的机会 经济层面 我们在退休之后 我们对于自己目前的收支状况 那有没有一些规划 所以财务规划我觉得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是对于身体健康状况的维持 所以像很多人退休之后 可能大部分时间就窝在家里头 那这样子的话 退化或者是失能的比例 就会提高很快 对那最后其实是在医疗的部分 那当有提早做准备的时候 当事情发生 就不会是别人来为你做决定 眼看台湾正一步步 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生技种迫的阶层也不在少数 进一步以日本方式 换算下流老人 台湾人在退休之后 若月收入落在14400元到23200元之间 都可以被归类为下流老人之列 在对照目前军工教劳 四大族群的平均退收金 未来可能高达上千万广大劳工 都在下流老人名单里 现在看到的大多数都会透过一些的活动 来串起人跟人之间的认识 这样子 所以办活动不是为了要办那个活动 背后想要带出来的是 要创造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很容易形成有机会在过程当中做对话交流 关系以后才会有更多的关心跟观察 可以试着朝多带多元的供容的方式 来打造一个新的模式 因应少子化 因应高龄化 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来做一个推展 从陪伴 支持 到预防 当下流老人悄然在台湾成行 以日本为借境 台湾景中 正被敲响 如何全面性做好应对 已经是现在 进行式的课题 铁卫新闻张志明 成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农历年前 企业缺工潮持续的扩大 求职市场很活跃 也让诈骗集团蠢蠢欲动 上班族周先生 之前透过LINE社群找工作 差点误入求职陷阱 点进去之后 我就是也是这样先去问他 就是透过LINE去问他说 这个工作的细节是什么 然后他也会跟我讲 就是工作细节嘛 可是跟外面一般正常工作 比较起来就是比较 看起来就是很轻松 然后而且就是半天这样 帮他提款或是管理账户这样子 然后一个月是两万四千元 这样的一个薪水这样子 就是可是想想看 那个投资报酬率实在是 跟我们认识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就没有仔细再问下去了 还好他警觉性高 没有上当受骗 但现在有不少诈骗集团 是透过FB私讯 或是邀请加入LINE社群来传递假讯息 骗取求职者个资 甚至会要求缴交账户赢本 身份证一张提款卡拿去开立人头账户 有啊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就是 因为他真的很想找工作 然后他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加人LINE 然后提供那个账户给别人 可是过几天之后 他发现他的账户被冻结了 因为这个账户被标示为诈骗的人头账户 这种东西真的是防不胜 因为他利用人性的那个弱点这样子 诈骗集团发生在你我身边 像是高薪工作包吃包住 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关键字 因此看到这类的真才广告 务必要提高警觉避免受害 求职陷阱五花八门 常见手法包括诈骗集团 会在社群网站假冒知名公司提供工作 或是用政府机关名义张贴工作机会 另外近期也时常遇到 冒充人力银行官方账号 寄送邀请加入赖群组 诈骗手法花招百出 你在加入赖群组之后 他会告诉你说 我们是人力银行旗下的行销公司 把他们做一些征财 或者是打工工作的一些代发 那希望你可以先加入赖群组 他会在赖群组里面 来把工作讯息给你 那我其实就有问他说 那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就在 这个你的脸书上告诉我就好了 他就不回答我了 所以其实你从他们跟你之间的互动 就可以发现 其实他们纯粹就是想要把你 先骗到另外一个所谓的 line的社群里面 然后进行这样的管理跟诈骗的行为 人力专家指出 一旦遇到假冒官方账号的求职诈骗 求职者可以先进行验证 查询公司或机构的官方网站 千万不要提供各资或支付费用 并立即向社群媒体平台报告来做阴影 你虽然说可以看到他们是好像以假乱真 但事实上现在的社群 可能都有一些所谓的账号认证的做法 比如说他是不是有所谓的蓝勾勾啦 或者是那有没有盾牌啦 这些你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如果你真的判断这是一个假的社群 我希望大家做一件动作就是可以去检举他 因为只有你检举他 你可以预防下一个被骗的人 所以这也是我们会提供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做法 诈骗事件近年来不断攀升 根据警政署统计 106年全班诈欺案件共2万多件 财损数达40亿元 而案件数和财损数也逐年增加 去年全班诈欺案达3万多件 财损数更直接翻倍超过88亿元 其中假求职的诈欺案 111年全年高达887件 其中有不少人因为优渥的薪资 异国体验的诱因 对海外职位趋之若鹜 放低戒心而受害 有非常多的一些求职公司 他利用在网络刊登求职讯息 以高薪福利高低门槛 弹性的作业方式来吸引民众求职 然后上门应征 这边要提醒大家 务必要注意这种诈骗手法 年后转职旺季即将来临 求职诈骗无所不在 防不胜防小心查证 才不会让诈骗集团趁虚而入 TVBS新闻 徐婚上刘燕轩台北采访报导 好继续来看全台300万的租屋组 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了 高房价真的让很多人都不敢买房子 宁愿租房子 这也让包租代管业者看到 红利投入租屋市场 以代租代管 我们就是会有收一个代管费 就是管理费 当然如果出租的话 还有一个中介服务费 房东委托管理公司 打理要出租的房子 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秀出 我们最近可能精选的一些管别 另一方面 房客也能透过公开透明的平台 找到理想的居住环境 高房价和高消费的趋势之下 租屋成为最能控制风险的居住选择 不一定要买房的风气逐渐形成 但是房客和房东之间存在鸿沟 包租代管业者就扮演桥梁角色 房东断来讲 我们就有第一个就是包租代管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装修改造 那第三个就是委托管理 房客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就有跟外面的业界比较不一样 是我们有分整年租跟月短租 台湾集合住宅屋林老旧 成为住宅市场隐忧 高龄化少子化 租屋市场将面临挑战 从风险规避及收益角度来看 包租物业管理公司能补市场缺口 对房东来讲 他其实可以去思考说 那他是不是在他的租金上 可以有怎么样的调整 或者他的屋况上 可以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对因为现在的租赁市场 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可能是只是为了说 我现在可以快点出租 租便宜就好了 但是现在的消费族群 其实他们都还蛮重视一些生活品质的 所以他们会希望说 找到比较好的有质感的 或有装潢过的一些小宅 台湾租屋市场规模小 相对于先进各国 25%到40%的租屋市场比例 台湾租屋市场比例 只有8%到13% 但租屋刚需始终存在 租赁行为却有7到9成 是地下化的黑市状态 所以台湾的房东 很怕跟政府打交道 所以不愿意给房客 去申请租金补贴 那租金扣底所得税的部分 如果你没跟房东商量的话 那个房东也不愿意 让房客去申报 那入户籍 房东也不愿意让房客入户籍 全台约300万租屋人口 占人口八分之一 政府为了落实居住正义打房 但没有打到租屋市场 相关政策反而还出现 租金转嫁的副作用 租屋市场基本上是供需的问题 房东无时不刻的 想要把租金调高 那房客随时也想 租金能不能再更便宜 所以其实供需的抉择之下 关键是就是说 如果是供不应求的话 租金就会被带上去 那如果供过于求的话 房东想涨租金 也不一定拉得上去 第二个打房政策呢 是选择性信用管制 它就是针对乘屋 那它主要是针对说 第二户以上呢 你买房子没有宽限期 而且呢自备款呢 从两成变三成 那第三户以上呢 就直接骤降到四成 换句话说 你要拿六成的自备款 那这个其实就会大幅的提高 想要买第二间以上房子 来收租的这个置产族 那如果说 以前原本是我可以带八成 我只要拿两成自备款 就可以拿来收租 跟现在我要拿三成以上 而且还没有宽限期 拿来收租 我投入的那个成本 就是不一样 那投入成本比较高 再加上因为现在真的 确实房价比较偏高的关系 那它如果要维持 那个租金投报率 那它势必在租金的部分 也要有所调涨 政府扩大实施 300亿租金补贴政策 加上实价登录 包租代管公司化与合法化 同时也鼓励房东 把房子拿来加入设宅 包租代管 它如果是愿意合法报税 而且呢 它是有加入这个 所谓社会住宅 就是包租代管的话 对房东来说 它的优惠很多 比如说 它每一年要缴的 房屋税跟地价税 它用的是优惠税率 就是跟自用税率是一样的 那包含说 它的那个免税额 那个每一个月呢 都有15000扣底的 这个免税额 而且呢 还有想60%扣底的 这个优惠税率 那包含说 它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住宅相关的险 每一年呢 都还有时报时销的这个 修缮补助 寄出诱因 让隐形房东 愿意浮上台面 要建全租屋市场 还有赖政府长期的 居住政策 TVVS新闻陈入 和王河于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的离婚率居高不下 每天至少有100对以上的夫妻离婚 专家分析 如果夫妻两薪资落差太多 往往会导致成为吵架的关键 专家建议 平常真的要多沟通体谅 夫妻两在餐桌谈笑风轩 每天自己煮三餐 结婚近45年的夫妻相当恩爱 在面对记者提问 谈到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都很有感触 人家说那个吵架 吵到什么离婚啊 那个我们没有这个经验 因为我们太熟悉 互相了解对方的脾气 我们都太清楚了 而且我们都各师其职 四十几年你说请保姆 不可能薪水阶级请得起 所以就干脆就是工作辞掉 就是专心当家庭主妇 就这样带小孩这样子 若是七年才结婚 相处时间加起来 早已超过50年 已经是退休族的孟先生 找其一人赚钱养家 而早早生儿育女的孟太太 只是扛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夫妻俩分工合作 能走过这么久的时间维持感情 两人透露互相尊重是最大关键 因为如果大家太在 care这个钱 打比方到了过年的时候 要包红包 男方父母包多少 女方父母包多少 谁出这个份子钱 这两个就会产生问题了 这个几乎每一家都会碰到 我们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是说我去外面上班 小孩的保姆费还是要支出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的家庭主婦 也是有工作的 可是我要讲是说 你可以跟你的先生另一半讲 你不要抱怨跟他讲 可以跟他分享说 我跟你讲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有趣 反正我觉得用分享的心态 就是很开心的心态 跟对方分享说 其实你在家里面 你还是有做事 让他知道说 要是没有你的话 这个家他也撑不下去 我觉得是好好的沟通是蛮重要的 近年来许多夫妻都是双新家庭 若是收入不对等 常常衍生相关问题 但孟先生夫妻分配好家庭工作 随时保持沟通 成了竭离多年的重要关键 尤其是近年来 台湾离婚率居高不下 根据数据统计 民国108年 全年有54,336对夫妻离婚 平均一天有148.89对离婚 109年 51,610对夫妻离婚 平均一天有141.01对 110年虽然小福下降 但全年仍有47,888对离婚 平均一天131.20对 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专家给出分析 加紧的支出 大家要讨论 要共识 要记载 大家能够不会在那边猜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很建议 我们观念也要转变 这说的先生 不妨可以多投资时间在你的小孩 甚至你们的亲人身上 那有家庭主夫角色扮演好 那个会让太太也会比较尊重 也比较窝心 基金问题缺乏信任都是离婚关键 根据网络调查显示 从网络声量分析六大离婚的原因 第一是外遇 第二是家庭暴力 第三是婆媳关系 第一是个性不和 第五是育儿观念差异 第六则是欠债赌博等经济因素 尤其当两人缺乏沟通 离婚几率就会增加 每一天见到产女有人这样入场 里里外外 包括小孩的教养费 然后呢 长辈的奉养费 然后呢 长照不要负担 等等东西哪一项不要钱 那真的呢 如果在这个薪资上面 大家没有共识 金钱财务上没有分配好 量好的话 确实很容易的造成了 三日一小草 五日一大草 然后呢 大家呢 就会产生了 很不快乐的动争 而现代化女性崛起 赚钱能力不输男性 让过往需要仰赖丈夫的情况减少 在彼此都有工作能力的情况之下 若是双方收入落差过大 产生纠纷的几率也增加 若都各自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更有离婚可能 专家建议 保持来好沟通 有误会第一时间讲开 谈好家庭分工 能让婚姻关系更加提升 薪资是其中一个问题 因为有钱才能过日子 但是不是绝对最重要的问题 那有爱才能让这个家庭好好相处 所以我们讲 建议大家在婚前 可以把薪资收入 大家好好讲清楚 性别观念抬头 女性是令崛起 夫妻收入固然重要 但是否能建立起良好沟通桥梁 成为家庭关系中重要关键 TVH新闻六华来迷台北采报报道 医学权威期刊 针对了202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发现接受了PRT疼痛 在处理疗法一个月的患者当中 有66%的人 一年后几乎完全不再疼痛 医界对这个部分有不同解读 您是否曾经出现慢性背痛 可能在当时物理治疗或吃药都没有用 医学研究发现疼痛根源来自大脑 称为疼痛再处理疗法 简称PRT 试图训练并有大脑不再乱发出错误的疼痛讯号 未来有机会成为药物或手术之外 治疗背痛新选项 经过研究发现原来我们的神经系统 经过了刺激以后 有些人的这个对疼痛的反应 产生了敏感化的现象 这种敏感化的现象呢 让他在接触到一点点的刺激的时候 像风吹 像轻轻的碰触 就会产生剧烈 无法忍受的疼痛 这种慢性 顽固性的神经性疼痛 非常的困扰人 而且非常的难以用药物来治疗 一般来说疼痛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保护的机制 那它通常表示的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感觉到疼痛的时候通常是有一些危险的事情 那应该是要逃离这个危险 那但是有些时候呢 这个疼痛在起性起过并没有消失 它就一直存在 那超过三个月以上就叫做慢性疼痛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慢性疼痛包括慢性下背痛跟慢性偏头痛 都位居全球疾病负担前两名 另外像是纤维肌痛症 它不是只有痛 还会影响到情绪 睡觉 因此这种痛苦有痛的成分 会对病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临床实务上面要治疗这慢性的疼痛 除了要解决他的病根以外 另外针对他的这个情绪啊 睡觉啊 还有一些衍生的问题 也都需要好好的治疗 这个病患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在各式各样的疼痛里面呢 偏头痛其实它现在有很多的治疗 不是吃止痛药 它有一些预防性的用药来治疗 那长期的治疗以后呢 发作的频率会减少 那现在甚至还有单株抗体啊 肉毒菌素这些注射的治疗 那在纤维肌痛症呢 其实也不是以止痛药为主 它有一些这个神经痛相关的药物 医学临床上有一个疾病叫做患之疼痛 当肢体被截肢或消失之后 其实大脑还会持续接收到神经末梢传入的疼痛感觉 这时大脑会自己进行调控 认为那个肢体还在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患之痛 那另外有一种慢性疼痛的疾病 叫做敏感中枢化 这种敏感中枢化常见于年轻女性的族群 包含合并头痛 纤维肌痛症 月经性的疼痛 慢性骨盆腔疼痛 甚至有些会合并不拧腿症候群等症状 如果是以年轻的族群来说 我想是以这个慢性偏头痛 为主要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有一种疾病叫纤维肌痛症 也是以年轻女性为主要的好发族群 那下背痛这个问题 其实目前随着我们生活形态改变 原本是比较属于一个中老年的疾病 慢慢已经扩展到年轻的族群里面 那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想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去寻求一些药物的治疗 来缓解你的疼痛 但有些慢性疼痛的病人 常常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的部分 我们在临床上面常常遇到 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女性 对 但是因为慢性的疼 疼痛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成因 包含它其实也跟一些身体的状况 或者一些情绪都会影响到 所以其实任何人都可以 因为这样的状况被影响 基本上面临疼痛 最常使用的方法 就是使用药物来控制头痛 但要注意的是 这个疼痛如果透过传统的药物 例如说药局买的药 没有办法控制下来 或者是说我们使用的药物的剂量太多 一个月可能至少超过10天或15天以上的 需要使用到药物 我们就必须要注意 可能大脑的这个疼痛预止已经产生一些变化 那这个时候更要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 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像是抗忧郁剂啊 或者是其他身心的回馈治疗 医师指出有些慢性疼痛被过度心理化 许多慢性疼痛病友有其他疾病 像是忧郁或是焦虑 不代表这就是导致疼痛的原因 因此必须经过医师谨慎评估后 遵从医主治疗 TVBS新闻 肖明强 杨清波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